歡迎來到我們的華爾街電視簡報節目 今天我們帶來了一些令人振奮的新聞概述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世界各地發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首先 讓我們從印度的經濟增長說起 你可能不會相信 你可能不會相信 Ballocasia最新的報導指出 印度的經濟在未來幾十年內有望超越中國 看來 印度正在全速前進 超越了英國 法國 甚至可能很快就會超過日本 這個消息對於印度來說無疑是一大勝利 但也提醒了中國需要關注自己的經濟增長速度 接下來 我們看到Bloomber報導了一則 有關中國經濟的無難摩樂觀的消息 中國的出口降幅超出了預期 這對於正在努力復甦的中國經濟來說 可不是個好消息 這一降幅遠低於經濟學家的預測 似乎與全球市場的需求改善 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個情況提醒我們 即使在全球經濟逐漸復甦的背景下 各國仍面臨著諸多挑戰 最後讓我們轉向日本 看看Washington Post的一篇報導 日本在美國對抗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自信中 發揮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國國會發表了講話 強調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並宣布了一系列安全上的新策略 美國和日本的這些動作不僅加強了兩國之間的關係 也為亞太地區的安全貢獻了一份力量 這三則新聞從印度的經濟崛起 中國的出口挑戰 到日本在地緣政治中的關鍵角色 都展示了當前國際經濟和政治格局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各國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將決定它們在未來全球舞台上的位置 這就是今天的新聞概述 以應對全球範圍內的挑戰與機遇 那挑戰與機遇 提供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觀點 指出印度經濟在未來幾十年內 有望超越中國 據Alicia Garcia 凱瑞尔瓦照羅 Netflix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的分析 雖然當前中國經濟的規模是印度的5倍多 但印度的增長速度更快 且預計將持續保持這一趨勢 事實上印度經濟已經超過了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巴西 而日本也將是下一個弱厚於印度的國家 然而印度經濟是否能超越中國 將取決於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程度 以及印度能夠多長時間 從有利於其增長的條件中受益 如常受益、如常識化、進程和西方的投資興趣 與此同時 Bloomberg 報導了中國出口降幅超出預期的消息 這對中國的經濟復蘇構成了挑戰 3月份中國的出口同比下降了期 5%遠低於經濟學家預測的1.9%下降 進口也下降了1.9% 留下了585.5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這一令人失望的數據 與改善的國際需求跡象相矛盾 尤其是考慮到消亡美國的商品 推動了韓國和台灣出口 在3月份的持續擴張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午表示 如果不實施結構性抬戈 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在2016年降至6.5%以下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 Washington Post 報導了日本 如何在美國對抗中國在亞太地區 越來越增長的自信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向美國國會發表講話 表達了對美日同盟的支持 並強調了日本在安全問題上 採取了更為堅定的心策 美國和日本同意建立新的聯合指揮結構 並開發一個基於太平洋的空中導彈防禦網絡 美國還希望在亞太地區的其他領域與日本合作 雙方已經達成了新的防衛合作協議 被描述為自同盟成立以來最重大的升級 隨著美國將美日同盟作為其在亞洲戰略的更核心部分 日本在美國亞洲利益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日本被視為美國在其轉向亞洲戰略中的關鍵盟友 這三天報導共同勾勒出了當前國際經濟 與地緣政治的錯綜複雜局面 從印度的崛起、中國的挑戰 到日本在美國亞洲戰略中的關鍵角色 這些發展不僅影響著這些國家自身的未來 也對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在這一過程中 各國如何調整自己的策略和政策 以及如何在變化莫測的國際環境中 尋找和把握機會 將是決定其未來地位的關鍵 在近期的國際新聞報導中 三個不同領域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 不僅展示了亞洲各國在經濟、法律和安全領域的挑戰 也反映了這些國家應對問題的多樣策略 從中國出口的下降、新加坡面臨的洗錢案件 到菲律賓在與日本、美國峰會上取得的突破 這些事件各自講述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 《月經亞洲》報導稱中國三月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7.5% 遠超過此前預測的2 這一數字標誌著中國出口的明顯逆轉 前兩個月還實現了7 此外同期的進口下降了1.9% 同樣未達到預期 這些數據的發布緊隨中國官方發布的採購經理人指數 該指數顯示工廠活動已升至6個月來的最高水平 雖然高盛 雖然高盛最近將中國的GDP增長預測從4 8%上調至5% 在亞洲開發銀行預測 中國今年的GDP增長將放緩至4 8%低於2014年的5.2% 這一系列數據展示了中國經濟復甦的不確定性 同時也凸顯了全球經濟波動對中國出口的影響 與此同時BBC報導了新加坡一個引人注目的洗錢案件 涉案金額高達22億美元 10名中國國民因此被控 這一事件不僅揭示了新加坡在吸引超級富豪的同時 如何防止成為非法資金流入地的挑戰 也突出了對該國金融監管體系的考驗 新加坡以其對外國企業友好的法律、稅收豁免和其他激勵措施 而成為商業天堂 但這些案件卻暴露了在歡迎富裕個人的同時 防止洗錢活動等難題 儘管加強監管有助於解決問題 但透明度構成了更大的挑戰 新加坡需要決定它願意接受多少灰色資金 這是一個關乎其金融市場聲譽的重要決策 在另一方面 日經亞洲報導了 菲律賓在與日本、美國舉行的首次三邊峰會上 取得的突破性進展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對宣布的 菲律賓、日本和美國三邊海事對話表示歡迎 此區旨在增強協調和集體響應以促進海上合作 在南海緊張局勢持續的背景下 菲律賓一直在努力加強與日本和美國的防禦關係 專家們讚揚菲律賓通過多邊合作增加合作夥伴的策略 認為這是菲律賓強化其防禦聯盟的明智之舉 此外 峰會聲明批評了中國在南海的危險和侵略行為 這聲明反映了參與國對維護區域安全和穩定的共同承諾 這些報導不僅展現了中國、新加坡和菲律賓面臨的獨特挑戰 也激示了亞洲國家在經濟增長、法律遵守和安全合作方面採取的不同策略 無論是應對全球經濟波動、打擊跨國犯罪 還是加強區域防禦合作 這些國家都在為實現長期穩定和繁榮而努力 在全球金融市場的跌宕起伏中 各國央行和企業如履薄冰 試圖在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中找到平衡 從哈薩克斯坦的利率決策、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債務困境 到亞洲股市的波動 每個股市都揭示了全球金融體系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 據彭博社報導 哈薩克斯坦國家銀行決定將其基準利率維持在14% 75%的連續5次的利率降低 這卻標誌著該國近10年來最長一輪寬鬆週期的結束 中央銀行指出通脹壓力和通脹風險 至其作出此決定的主要原因 包括對受管制價格的改革和國內洪水的影響 哈薩克斯坦央行行長Chimers-Nevin雖然對俄羅斯 即哈薩克斯坦第二大貿易夥伴的通脹上升表示擔憂 但仍旧致力於將今年的通脹控制在6%-8% 同時尋求通過各種措施促進經濟增長達到6% 另一方面 南華早報提到 中國房地產開發商鎮榮集團因銷售下滑 資產處置緩慢以及平安保險集團 對一項物業相關信託的訴訟威脅 正尋求推遲重組計劃 鎮榮集團在2023年報告了85億元人民幣 約13億美元的淨虧損 儘管較上一年有34%的改善 但其全年銷售額下降了54%-154億元人民幣 截至去年底 該公司的有息債務總額高達619億元人民幣 在亞洲股市方面 美聯社報導稱 受到華爾街大型科技公司帶動的板台影響 亞洲股市大多呈現下跌態勢 香港恒生指數下跌1.9% 上海綜合指數小幅下跌0 而在東京 日經225指數小幅上漲0.2% 白安火Cosby指數下跌0 與此同時 韓國央行將其基準利率維持在3.5%不變 蘋果和英偉達的股價上漲 分別上漲了4.3%和4.1% 推動標普500指數上漲0.7%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攀升1.7% 這些報導共同描繪了一個全球金融市場充滿不確定性和挑戰的畫面 阿薩克斯坦央行的利率決策反映了其對通脹壓力的關注 可對經濟增長了期望 陣容集團的債務重組挑戰 則凸顯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困境和流動性風險 亞洲股市的轉世了全球投資展示了全球投資者情緒的變化 和科技行業的強勁表現 這些故事雖然各自獨立 但又相互交織 共同影響著全球經濟的發展方向和市場走勢 在這個多變的世界中 每個角落的故事都在編織著未來的藍圖 從立KA時的封面故事 我們看到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握住地球儀的形象 象徵著他準備將日本推向全球舞臺的決心 岸田此次訪美不僅是在強化日美關係 還在努力塑造與前任安倍晉三不同的外交風格 他的努力包括參與美日非三國首次的三邊峰會 這不僅是對菲律賓與中國 在南海日益升溫緊張關係的回應 也是日本積極參與區域安全的體現 而在南華早報的報導中 我們看到了中國一所學校 為了解決校園暴力問題 竟然在廁所裝設了報警系統 學生一旦感到受到威脅 只需大喊幫助或我被打了 就能觸發設備、通知教師 透過電腦或手機應用程序及時回應 這項創新的做法 不僅展示了校園安全的重視 也反映了科技在解決社會問題上的應用 與此同時 彭博社帶來了歐洲央行BCB理事會成員 亞尼斯·斯托納拉斯的觀點 他呼籲歐洲央行應該與美國聯邦儲備系統 在利率政策上走出不同的路徑 斯托納拉斯認為歐元區與美國的經濟情況有所不同 美國的需求有預算因素驅動 而歐元區的通脹主要是由供應端引起 而非需求端或工資推動 他主張今年應該進行四次降息 儘管有同僚擔心這可能會激發工資驅動的通脹 這些故事從日本的全球外交戰略 到中國校園的安全創新 再到歐洲經濟政策的辯論 都在向我們展示著一個共同的真理 無論是在國際政治的棋盤上 還是在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中 創新和適應變化始終是推動前進的關鍵 每個角色無論是國家領導人 學校管理層還是經濟政策制定者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應住時代的挑戰 而這些努力無疑是塑造我們共同未來的重要一環 謝謝您的收看 上面播報的內容是六度團隊推薦的 全球專業媒體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 最新報導 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訂閱各種簡報 網址是6w1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